臺灣的民主性 首先 我要代表臺灣人民 歡迎片山代表來臺敵人 片山代表有豐富的駐外經驗 對臺灣也很熟悉 我知道片山代表過去留學美國期間 曾經以臺灣民主化為題進行研究 相信派駐臺灣之後 將能夠更深入的了解臺灣的民主成果 民主自由是臺灣和日本共享的價值 維護印太和平穩定 也是臺灣和日本共同的使命 藉這個機會 我要感謝日本政府對於臺海和平的堅定支持 無論是今年11月的G7外長會議 或者是日英防長與外長2對2對話 會後都以聯合聲明重申臺海和平 對全球區域穩定的重要性 此外 臺灣有能力 也有意願參與CPTPP等國際或區域性組織 我們期盼未來在片山代表的支持之下 臺灣和日本持續深化經貿夥伙伴關係 一起為印太區域的繁榮發展貢獻心理 我看到片山代表先前提到 希望自己到任以後 盡可能跟多數的臺灣人民接觸和交流 增加更多的日本粉絲 這個目標 跟我們希望在日本有更多的臺灣通 不謀而合 我們期待未來能夠和片山代表 共同促進台日跨領域 跨世代的交流 持續增進雙方的情誼